謎晨熟 浸浸了一個小時 先讓它容易熟 一個小鍋子 盡量按一下 大概碗半飯 加水 沒有指印 不像家中,有幾個 幾個格,幾個就沒有 水沸沸和米沸沸 不需要加油 辣味已经有油分 什么都有 沸沸沸沸沸 其实是煮饭的 一个道理 这个煲要做什么 这个煲买回来 新的煲要回来浸水 或者要浸一段时间 一个星期 因为如果摸沸沸 就这样洗了煲 煲受火热会烈 即会爆火 就像这些会爆 但一定要浸水 可以用到大约十次 八次 这个叫选号 现在是沸沸 等它再浸水 才会爆火 现在是什么牌子 现在开始 你看到它没什么水分 都不可以的 就是要等一会 但是为什么要摸它 然后粘底 粘底 粘底的时候 就会焦 现在加了材料 完蛋 一,两,三分钟 可以煮到 飯已經熟了 菜都熟了 現在的步驟是烘飯焦 現在是烘飯焦 對 人家煮飯為什麼要黏著飯焦呢 開到最小的 為什麼不這樣燒呢 它這樣燒只會只有飯焦和黑 一定要四邊燒 它到處都會平均些 在這裡燒焦 在這裡燒焦 現在蒸了 因為開始燒 裡面辣味始終有油 它要收一些 油分 那你煮飯就不會那麼油 然後燒焦 就要吃了 它要吃了 煮飯 然後燒焦 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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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